一鸣二运三风水 祝福和思念 但是除了这些情感上的交流 植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能够帮助人们增强财运 镇宅并提升生活品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 人养花三年花养人一生 现在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居家环境的品质 更多的人开始在家中养花 而在众多的花卉中 有一些被认为是能够旺财镇宅 并养人的旺宅花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客厅中可以养哪些旺宅花草吧 1.桂花树 老话说家有桂花树 出门遇贵人 桂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吉祥树 可以镇宅招财 虚感邪气 增加房间的正能量 淡淡的花香 还能使人心情舒畅 赶走疲惫 激发人的创造力 更容易让人攀登事业的高峰 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2.金钱树 金钱树是家庭和办公室 比较常见的观赏盆花 象征的是好运和财富 每个叶子都像是串起来的钱币一样 闪闪亮亮 彰显出活力与生机 可以布置在桌面窗台 稍微浇点水 就能生机勃勃 四季如春 平安树 平安树代表平安吉祥 健康富贵 平安树是一种桥木植物 树皮灰褐色 叶片纹布清晰 会散发出金属般的光泽 吸引人的目光 经常被布置在宽敞的区域 能衬托环境 生机盎然 而它的存在 仿佛是一个守护家庭的卫士 改变家里的风水 改变空气质量 全家安全感爆棚 四金钱木 金钱木的特色在于它的叶片 微微向上翘起 仿佛可以兜住金钱一样 也叫金钱斗 金钱树外形优雅别致 气质独特 很符合现代家居的装饰风格 可以单独种植 也可以混搭 都十分亮眼 金钱木也是一个命理待尽的植物 是人人都看好的富贵花 很适合室内装饰 五钱穿子 钱穿子是一种多肉植物 叶片犹如串起来的钱壁 堆在一起 肉肉的感觉 特别可爱 而听名字就非常的喜庆 仿佛可以带来财富一样 经常会被布置在桌面和窗台 既轻轻扬眼 又可以招财改运 是很多人喜爱的小盆花 六 铜钱草 铜钱草仿佛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 它的叶片圆润又漂亮 色泽亮丽 每个都像是精灵一样 十分可爱 又像钱币 是财富和好运的象征 放在桌面 不仅可以缓解视觉疲劳 还可以增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此外 它不占空间 用水培的方式 晶莹剔透 美丽极了 七 锡材树 锡材树是一种多肉植物 因为其独特的形象而深入人心 被大家所喜爱接受 它的每个叶片都像是一个圆筒 似乎能吸收财富一样 也是今年办公桌上最流行的盆花 锡材树超级好养 接触柔和的光照 少浇点水 也能四季如春 八 招财树 招财树也叫鹅掌柴 是一种灌木植物 每个叶片都亮的发光 像四面八方生长 被视为可以吸收八方之材 高大的招财树 特别适合摆放在门厅等公共场合 与事业蓬勃发展 生意兴动 在家里 通常会布置在书房 客厅等区域 即招财望运 还可以进化空气 为健康助力 这八种植物 都能展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种景象无形中 使环境充满了很多的正气 让居住者的状态积极饱满 因此 有望风水的作用 当然 若想生活越来越美好 更要努力奋斗 好运气和努力 才能成就未来 众所周知 每一种花卉 都会有着独特的花语 而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 其风水含义 也是各有不同的 如彼岸花 鹰素 图米等十种阴性较强的花卉植物 就非常容易招贵 所以 一定要避免在家中养殖这些花 以免使得家中风水 气场受损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主人的人生运势 一 图米 传说图米 是开在天庭里的一种花 雪白而柔软 说到图米 最先想到的就是图米不争春 季末开最晚这句诗 正如图米的习性 它是春季最后盛放的花 当它开放的时候 就意味着春天的结束 但是这种花 对于尘世中的你我而言 却并不是一种吉利的花 人们看到此花盛开时 就是在象征美好的事物 终将消逝不再 只能留下凄凉回忆 虽然它有一种陌路之美 却也很容易招来不好的东西 是十种阴气重的花之一 二 彼岸花 彼岸花被称之为地狱之花 这种花对于民间来说 是非常不吉利的存在 传说中是自愿投入地狱的花朵 被众魔浅回 但仍徘徊在黄泉路上 众魔不忍 虽同意让它开在此路上 给离开人界的魂们 一个指引与安慰 彼岸花是恶魔的温柔 相传此花如雪一样 绚烂鲜红 铺满通向地狱的路 且有花无叶 是冥界唯一的花 在黄泉路上 大批大批地开着的花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血所铺成的地毯 又因其红的似火 而被誉为火罩之路 也是这长长黄泉路上 唯一的风景与色彩 花香传说有魔力 能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 是传说中的 明界四花之首 另外 彼岸花有两种颜色 雪白色 雪红色 而这两种颜色 都代表着死亡 因此 千万别在家里养这种花 很容易招来鬼差 三 昙花 传说 昙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仙子 却因为爱上了一个普通的人类 后来被玉帝贬下凡 成为一生只能开一瞬间的花 但是如果能够赶上它开花的那瞬间 便能够实现昭鬼的愿望 一般的花都会在白天开花 但是昙花却不一样 因为昙花总是在夜间开放 这也说明了 昙花是一种阴气非常重的植物 并且其花朵绽放时间极其的短暂 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所以 它有着美好事物留不住的含义 在风水上 也就表示不能留住福气等好运势 相对而言不太吉利 四 于美人 于美人花形美丽 花色明艳 但花期很短 在古代更是一种红颜薄命的象征 史书中记载着 相传鱼姬死后的墓上 长出了一种草 四美人翩翩起舞 娇媚可爱 民间传说 这是鱼姬俗话 于是就把这种草称为鱼美人草 其花称作鱼美人 而鱼美人 花朵上鲜艳的红色 据说就是鱼姬飞溅的鲜血染成 似乎鱼姬去世后仍在 它变成了鱼美人草 年年在春末夏初这段时间开花 所以 一直以来也被人们当成不羁的花朵 另外在风水学中 鱼美人寓意着家中多灾多难 甚至有血光之灾 因此该植物的风水不适合摆放在家里 不然很有可能会给家里招来脏东西 影响整个家的运势发展 尤其是鬼月 阴气比较重 如果在家里放这样一盆植物 可能晚上睡觉时会经常做噩梦 甚至长时间遭到鬼压床 五 红鹰素 很多人都说浪漫的极致便是死亡 却又无法真的死亡 因此 鹰素花的花语是死亡之脸 它的花朵带有荆棘 花色是暗红色的 花朵入药能有麻醉的作用 让人分不清现实与幻境 在古希腊神话中 魔鬼的儿子会手捧鹰素花 守护在熟水附近免于惊扰 因为鹰素花绚烂滑美 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观赏植物 但是闻到它的香气会容易上瘾 让人无法自拔 所以被称之为邪恶之花 而且鹰素花是可以用来制造违禁品 这些违禁品会侵蚀人们的惊喜神 和身体健康 所以有着死亡之恋的花语含义 而它花朵上带有荆棘 花色暗红 且有迷幻的作用 让人分不清现实和幻境 也是容易昭鬼的花卉之一 六 梅花 很多人特别喜欢在家里养梅花 但其实梅花也是一种不太吉利的花 不如寒冬 当万物凋零时 有一种花却淋寒毒开 这便是冷美人的称谓 而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 在传统文化中 没以它的高洁 坚强 谦虚的品格 给人以励志奋发的激励 然而 在风水上相对而言却是不吉利的花 因为它的梅字和梅字是谐音 养在家里的话容易让梅运聚集 让家里的风水变差 如果你家里养上一盆梅花的话 容易让家里的好运失去 招来梅运 梅花阴凉 会使得家中女子受其影响 女性变得多愁善感 阴气过盛 而家里的男主人的阳气渐弱 也会经常有烂桃花缠身 久而久之 不仅仅会阴阳乾坤倒置 还会给夫妻制造矛盾 甚至会给家中招来鬼怪 七 寒羞草 寒羞草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植物 若是你轻轻触碰到它 叶子就会寒羞的闭合起来 就如同一位娇羞少女 她的枝叶碧绿一人 质感优美多姿 枝叶纤细修理 寒羞草是一种全株都有毒的植物 若是长期接触 就会导致头发脱落现象 另外还会导致降财运破财出现 八 海棠花 海棠花自潇洒花开四季 自古以来是雅俗贡赏的名花 素有花中神仙花 贵妃花尊贵之称 素有国宴之欲 未开始花蕾红叶四烟之点 点开后则渐变粉红 犹如小天名下 然而海棠花还有一种称呼叫做断肠花 这和它的典故有关 传说是一位痴情女子 为等待心爱的郎君而死 最后化为了海棠花 由于相思断肠 所以也被叫做断肠花 所以海棠花是一种不吉利的花朵 九 曼陀罗 曼陀罗花一直被称为名界四花之一 该花在许多人的心中拥有恐怖的魔力 主要还是与它的花语有关系 曼陀罗花有着不同的花色 每种不同颜色的曼陀罗花花语 都是不一样的 紫色曼陀罗花的花语是恐怖 蓝色曼陀罗花的花语是多情和偏爱 黑色曼陀罗花的花语是不可预知的黑暗 死亡和无间的爱与复仇 然而不仅花语包含恐怖之意 曼陀罗本身还有剧毒 如果不小心误食 最快二十分钟就会出现中毒症状 中毒严重者则可能会在二十四小时后出现昏睡 静卵甚至昏迷死亡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在家中一定谨慎种植 十黑玫瑰 黑色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邪恶的颜色 而黑玫瑰则被赋予了非常神秘的颜色 正如它的花语 你是魔鬼并且为我 所拥有 传奇般的黑玫瑰生长在冰封的土地上 可以帮助人类实现三个愿望 许多人选择前去冒险 结果都不了了之 黑玫瑰是爱恨交加的 因为它不止象征着神秘 希望和热情 它还象征着死亡和坏消息 因此尽管黑玫瑰十分珍贵 但还是不太建议赠送给自己的恋人 总之植物的能量能够影响我们的气场 通过以上的介绍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十种招鬼的花 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些花之后 谨慎对待 不要在家中养殖 否则对我们自身的风水极为不利